好来看到花莲县文化局多罗满赏金以及经过多罗满文化馆 共同主办的东部以东及海清西系花莲好生活的联合展览 展出到今年底也欢迎民众要把握机会前往观赏 日前由花莲县文化局多罗满赏金及经过多罗满文化馆 共同主办东部以东及海清西系花莲好生活联合展览 除了展出由艺术家陈胜文利用废弃物和羊毛毡 编织而成的1比1抹香金雕塑 还有台湾首位水下鲸屯摄影师金磊摄影作品同步亮相 在展新的花莲观光渔市登场并展出至今年底 里面其实汇集了包括了台湾的还有世界各地 就是我这几年来在世界各地去拍摄的影像 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我最早最早是从台湾的花莲开始 那跟花莲的黑桃牙文化基金会合作 包括了出海啦解说啦调查啦 那这样的过程其实有点是等于算是 或者可以说其实是太平洋黑潮跟多罗马一起给了我滋养 然后让我开始了解到这些清纯的知识嘛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呢因为想要拍摄随便下的影像 所以才开始的开始到国外去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发觉台湾在那个时间点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经验 那我自己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发觉说这个事情 似乎不是我们这样子土法炼钢可以来完成的 所以反而那个时候才开始兴起了到国外去看人家怎么做下水这个事情 然后再把这样的算是技术把带回来 然后希望能够累积台湾自己的水下影像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当然包括了去了比如说后面这部作品的东家去拍摄大赤金 包括去了日本的豫丈岛拍摄屏比海豚 包括去了挪威拍摄虎金 那当然这个地方这些或者这些事情都让我有机会到世界上不同地方去累积不同的作品 甚至是学习不同的经验 因为下水跟金屯相处这件事情某种程度来说它其实有点像是 比如说我想没有人会说我有把篮球打完这一天 或者我有把乐器练完的一天 就是其实要一直去磨练自己的技术跟感知跟对于动物的观察这件事情 所以对我来说也是到国外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回到底或者说这个事情的最出发的原点还是想要回来记录台湾的金屯 所以我每一年的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夏季也好或者赏金季节也好 每年的大概六到九月我都一定会让自己留在台湾 就是希望在这个时间点 或者说我们要持续记录属于我们家自己金屯周围的资讯这样 现为环境教育工作者的金雷大哥 从大学开始接触摄影 超过20年的摄影经历 从水面上的影像到今年探访世界各地的水下画面 以及台湾海域相关记录 曾荣获国际摄影奖项的肯定 因为喜爱海洋来到花莲 以金屯邂逅而着迷 落脚在花莲并担任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志工 金类表示第一个十年在台湾蹲点养成基本工 第二个十年到东家拍水下金屯学习技术 接下来的十年 尽管疫情影响 则将在台湾和相关工作者出海调查 台湾海域出书办展览等 持续为海洋和金屯发声 这次长包验华联士报导